我不是我感觉这听音不对啊 这怎么跟上次杀鸡退毛的时候一样 那个主主人啊我做错什么你给我说我给 我还不想死 打老眼我就看到这只不简单的鸭子 摇头晃的外加令心不认得不妨 家里啥条件啊啊 家里有矿啊 你们俩能做这个动作吗 这有什么呢你看我的 你看我看我我也行 我去 他们三个人在干嘛 我要是不这样的话 好像显得不合群啊 这是我讲的一只科鸡 从小对拖鞋情有独钟 整天就这么拖拉的跑 所以我给他取名拖拉鸡 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此时此刻 健不健身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是大叔的第一个绝活 大鹏斩翅 万佛朝宗 这个嘛 屁股划船 我算是琢磨透了 你是来捣乱的是不是 这健身房是让你健身用的 你手里那根杠铃是让你举的 你干嘛呀你 你保证跳杠关舞来啊 我知道你们这些跳街舞的 会在地上转圈圈 但是兄弟 你这个是不是就过分了 你这个边转还能边弹起来 不是 你上辈子是个陀螺啊 俗话说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但是往往穿鞋的 才是真正的高手啊 怎么说呢 这操作 我服 我就说嘛 怎么看着你这个仿车这么怪呢 不过阿姨 你也真是个高手啊 是你让我知道了 能仿现的不一定是仿车 也可能是二八大杠 作为工地的监工 我感觉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们的这种模样工方式 让我感觉到了智商 受到了奇耻大辱啊 看这位阿姨的打扮 应该是某个饭店的员工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就冲着运求技巧 我想问一下子啊 考虑打职业吗 我非常欣赏咱们大妈的吵架方式 就算情绪再激动 那分寸把握的都是死死的 君子动口不动手 咱拼的就是嘴皮的 大妈可能没文化 但是大妈天生会吵架 兄弟 你家狗有这技能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不是会拉二胡吗 你把他带到天桥底下 你负责拉 他负责爬 这肯定马上能发家 来吧 信头的 你我今天必须分出胜负 出招吧 决战方顶之地 滚滚滚 武侠胎看多了你 吃多少了 以前我理解不了 他们那些做垃圾美容的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 这一拉 年轻的最起码十几岁啊 嘿嘿 冬天天气比较干燥 要多洗洗脸泡泡澡 这个对皮肤有好处 还有这个 给我洗豆糕 别愣着 给我洗豆糕 这个我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名字叫华尔滋 老头都还好 就是老太太们次跳完 容易找不着北 今天跟我一外国朋友 去动物园看黑熊 说真的我都有点通情他了 只会张着嘴瞪着眼 你说都二十几岁的人了 连个卧槽都不会说 发明这个自动售卖机的人 就是有病 出口多这么小 泡面都拿不出来 捅弄坏了 我就没法泡了 嘿嘿嘿 简直是无语 行行行 你赢了 行了吧 我将就一下 行了吧 怂什么 上去干他 我都说我打不过家了 人们说猫的一岁 等于人的七岁 要照这样算的话 我家猫今天有气势出头了 哎呀呀 那个猫奶奶 你怎么歇着呢 我又陪我发了个视频给我 说电梯停电了 问我怎么逃生 还让我赶紧去救他 等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却是这样的一幕 你这个智商 你家人怎么放心 你自己出来啊 我跟他们说 我家的狗会打篮球 他们都不信 你们自己看 没骗你们吧 不是我吹牛啊 他要不是个子矮的话 他能扣篮 来 何大 接点 你干嘛你 去你的 拿我当抽烟饭的呢 来人啊 快来救我 我被藏人绑架了 快来人 快来人救我 你忍一下啊 等我把这个门列摆脱 我就过来救你 你忍一下啊 来来来 脚往后面烧一烧了啊 啤酒饮料矿泉水 花生瓜子八宝粥了啊 怎么样 我学着项目 好啊 你回来了 我可警告你啊 以后那不散不散的猫 别往家里带 就隔壁老猫家那只 我一从那就不是个好东西 你以后给我少招惹他 听到没